年 佛告坚毅 菩萨住守那年三昧 这段你要注意看了 菩萨可不简单 福报通通俱足 不需要求 自己来 说菩萨 当一个菩萨安住在守那年三昧的时候 他不行求财 而以布施 大千世界 集诸大海 天宫人间 所有宝物 饮食衣服 像麻车胜 如是等物 自在私矣 他不求财 来布施 他不需要 求财布施就是种福田 他现在不需要这样子 他只要住在守那年三昧 一切的 大海天宫人间所有的宝物 饮食衣服 像麻车鞠 柔子等物 自在 私矣 都有办法能力 布施出去 此皆是本功德 所致啊 既以神力 自在地不施 就是不缺钱 金钟又云 若善男子 善理人求福道者 闻手能言三昧意气 信解不疑 当之世人 以福道不复退转 何况信仪 受此读诵 为他能说 如说修行 所以在座诸位 看到这一段 你就知道 诸位坐在底下 听经文法 可不得了 以福道不复退转 闻手能言三昧意气 信解不疑 也就是信受奉行 所以在座诸位 要坐在底下 听手能言经的 可不是一般的 善根音言 将来诸位 一定成佛 何况信仪受此读诵 为他能说 如说修行 因此我们 要推广 任言证法 我们要让证法重现 当推 送任言大经 所以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不怕 正法不得了